大家好,我是莫吉 以前写时尚评论总是很难摆脱意识形态的舒服 这一年多来阅读了一些书后 我越来越发现 很多事情只有穿透意识形态的迷雾 才能看得更清楚 意识形态其实就是给赤裸的利益 披上民族、主权、道德的外衣 以降低阻力的同时号召更多的韭菜当炮灰 所以我想用闲暇时间通过视频的方式 把自己的一些理解整理出来 做一些比较有深度且能留得下来的内容 以前关注过我的朋友都知道 我几乎所有的文章都连同账号一起被封掉了 所以我想做一些留得下来的东西 供以后回味 今天要讲的是中共政治经济史的第一阶段 49年到57年这段 后续还会做大跃进、文革改开、分税之前后 以及2000年左右开始的土地财政等相关专题 好 现在开始第一阶段 1949年 好 现在我们来看第一阶段 1949年打败国民党的中共在中国建立政权 我们都知道 此前的中共主要以邮寄队为主 盘踞在广大的农村地区 打土豪分田地进行土地改革 是他们擅长的 但他们并没有治理城市的经验 夺取政权就意味着49年之后的几年里 中共要从游击队剧烈转型为执政精英 面临者如城市治理、恢复经济、朝鲜战争权力分配 以及庞大军队的安置等 远比打仗更复杂更棘手的问题 这就意味着 接下来的几年甚至几十年里 中国将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剧烈动荡 后来的土改三反五反正反 人民公式化运动 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 以及反右和文革 都只是中共转型为执政党的过程中 各种利益冲突的具体表现形式而已 读过沈志华史料的人都知道 中共见证不到两个月 毛泽东作为中国领导人 出访的第一站就是莫斯科 而且一待就是三个月 跟苏联进行了深入的谈判 并与其结盟 苏联承诺提供经济援助 还给予中国大量图纸和文件 支援中国推进公益化 但所有的支援和援助都是有代价的 苏联要求继续保有对大连港的使用权 和对吕顺港的租借权 这是1898年中俄签订 吕大租地条约的内容 协议规定将吕顺作为沙俄的海军基地 大连作为沙俄的贸易港口 1905年日俄战败 日俄战争战败 沙俄在东北的所有权益 被日本全面接受 直到二战后期 为了换取苏联出手 中美又重新确认了 苏联在大连湾的权益 直到中共建政后 吕顺和大连仍在苏联的控制之下 此时的苏联需要通过中共再次确认 并延续对 吕顺和大连两个港口的使用权 因为苏联纬度太高 又地处内陆 没有作为国际贸易和海军基地的优质港口 不管是以前抢占 旅顺大连 还是现在吞并克里米亚 目的都是为了获得出海口 既然有了出海口 把货物运送到出海口 也得得到相应保障才行 于是就有了中苏共管共营的长春铁路 这是1945年 苏联与国民党签订了 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的内容 协议规定长春铁路由中苏共管共营 局长由苏方担任 经大连港和长春铁路 为苏联运送的进出口货物 免除一切关税 而经过该港为中国其他地区运送的 进出口货物 则必须缴纳关税 旅顺市主要行政官员的任免 须经苏联军事指挥当局同意 这些国民党与苏联签订的协议 并不多真正让苏联大力援建的是 中共在朝鲜战争中递出去的投名状 这场战争将摇摆不定的中共 彻底纳入到了苏联的旗下 中美参战的目的也很明确 中国担心朝鲜战火蔓延到东北 甚至可能引起国民党反攻 撼动中共政权 美国担心中共趁机打台湾 进而威胁日本安全 当然 中国参战的代价也是昂贵的 那就是不计其数的志愿军 冻死饿死在朝鲜战场 本来就贫弱不堪的中国老百姓 还要源源不断地向朝鲜战场 送物资送人头 以及面对美国的贸易封锁 接过中共投名状 苏联才开始向中共派遣专家 工程师 技术工人等 原建中国建设公益化 52年在苏联的指导下 中共建立了国家计划委员会 然后中共首脑与150名苏联专家 一起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 这个计划将设法集中国家所有资源 将其投入到那些能赢得战争的 关键性行业 也正是这个计划奠定了中国 多年来70多年来的计划经济体制 在这个体制里 这个国家的所有人力物力财力 都由政府这个唯一的所有者来调度分配 所以才有呼吁年轻人建设大西北的那句口号 我是祖国一块砖 哪里需要哪里搬 它充分体现了国家对个人的所有权 而政府机构就是国家权力的具体执行者 其实再延伸一下 这个体制的本质跟地制时代崇尚的天下之大 莫非王土率土之兵 莫非王城也没有什么区别 既然要将全社会的各行各业 都纳入到计划经济体制 也就意味着对全社会进行改造 在农村 社会改造分为两个阶段 首先是53年的初级合作社 将原本分给农民的土地农具牲畜 收归合作社所有 分配一半按劳动 一半按牲畜农具 这个时候占有牲畜和农具的富农 还有一定优势 到了5455年开始进入高级合作社 此时所有农民都只按劳动参与分配 所有农业剩余由国家统一提取 一部分用于供养城市工人 一部分以奶蛋肉菜等食物形式 偿还苏联贷款 这种疯狂崛起模式 为中国工业化提供了原始积累 也为疯狂大跃进 饿死3700多万人 埋下了货根 在城市对私人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改造并不是直接收购企业 一个是国民党撤退时带走了太多黄金 中共根本没有那么多钱收购 一个是工商业主不愿意 阻力很大 但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中共擅长发动各种群众运动 刚好此时政府为朝鲜战争 征集额外资金 遇到了巨大阻力 有来自地方官员的 更多的是来自地方官员庇护下的工商业主的 为了保证战场公益 中共中央发起了 针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 反浪费贪污官僚主义 和针对工商业主的五反运动 反对贪污 偷水漏水 耽误企业国家财产 偷控减料 耽误企业国家经济情报 正反运动主要针对的是 国民党时期留任的公务员 和控制着城市交通和城际交通的帮派组织 三反五反期间 企业都被知识分子 三反五反期间 企业都被运动积极分子接管 原本合法合规的经营手段 此时被认为偷水漏水 甚至还要倒查到民国时期 必须缴纳远超利润的巨额罚款 才能保住企业 企业主们都被整惨了 恨不得赶紧把企业转手 所以到55年政府对工商业 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 上海的工商业主竟然联合发起游行 要求政府接管他们的企业 后面的剧情大家都很熟悉了 中共就顺应民意 以超低价格收购了这些民营企业 这些企业就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 到了56年 中国在朝鲜与联合国军停战时 中国的城市和农村的所有私有经济 已经不复存在 中国开启了轰轰烈烈的集体主义大生产 这里还有一点必须要强调 从50年开始 中共就从苏联大量引进专家 工程师以及技术人员 中共不仅要给这些人员发放 等同于原单位的工资待遇 还要为其在苏联的原单位支付相应的人工费用 以支持这些单位补充必要的人力资源 不得不说苏联的援助真是太贵了 就这 义务计划还没结束 苏联就撤资了 资金没了 大量的专家工程师也撤走了 这样就把刚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中共给坑擦了 这个留到下一次再讲 我们前面讲过从49年建政到57年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 这一段是中共由游击队转型成执政精英的过渡时期 这期间面临的经济秩序问题 通过社会主义改造 其实是各种运动 已经基本解决 中共接管政权过程中 对政治经济狂风暴雨的同时 必须对军队和风细雨 这是基本策略 这个时期为了稳住军队 中共把全国封为六个大区 东北 华北 华东 中南 西南 西北 并分别设立了党政军机构进行管理 各区都实行军事管制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才转为王冠治理 中共的三反运动也是先在东北实验 然后才推向华北华东 最后推向全国 每个大区都由中共游击队时期的野战军军官统下 领导大多由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担任 且身兼数职 实际上就是清朝时的总督 用外来野战军担任地方要职 而非本地游击队 也是延续明清时期不允许官员在家乡认知的回避制度 确保地方官员对中央的依附与忠诚 但这些官员都是大老粗 胡子眉毛一把抓 根本没有能力治理城市 这就是有知识和技能的知识分子 与掌握权力的政治精英的关系处于持续的紧张中 我们前面说过 中共建政之初 苏联就开始通过贷款派遣专家 工程师等方式援助中国 但是从五六年开始 中共还贷的总额开始超过 苏联提供 新提供的资金总额 这就意味着发展后续乏力 第一个五年计划还没结束呢 增量资金就没了 为了集思广义 五七年春 毛呼吁百花齐放 想让知识分子为处于困境中的中国经济 提出解决方案 顺便也打压一下地方官僚主义企业 但经过历次运动后的知识分子 非常谨小声威 各个进入寒蝉 毛即便不断地给予鼓励 也没人发声 直到有人开始说话并被听取 知识分子群体的不满和愤怒终于决堤 对傲慢无知官员的不满也倾泻而出 进而发展到对中共垄断政权这样 根本性问题的猛烈抨击 随后城市工人也开始 通过罢工和有组织的行动 来表达自己在经济上的不满 很显然 知识分子对中共政权的抨击是毛始料未及的 一个月后的6月8日 人民日报就草草地为这场运动画上了句号 并将其定性为敌我矛盾 还将知识分子打为右派分子 反右运动开始了 刚开始反右运动的对象只是百花齐放期间提出批评的知识分子 随着运动的扩大化 差不多有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40万城市居民被打成右派 像费小通胡锋等知识分子 知名知识分子被关进了牛棚 更多知识分子被送到农场干重体劳动 甚至冻死饿死在甲鞭沟 这就是那段被有意模糊的弃学历史 人们看到的都是赋予表面的政治运动和权力斗争 而真正起作用的是经济 当你开始用经济去解释政治现象时 是不是有种波云见日的豁然开朗 这就是我想做的冲破意识形态的舒服 用更广阔的视角来理解历史 理解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